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变所有的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rrellc 周主编 你今天不太对劲呢 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你的文章我很喜欢 并且也改了 可设立没通过 并且 并且什么 让我通知你 请你另谋高就 什么 不要我了 只要这一段时间 让我通知你这件事 我也是很痛苦的 你竟可以骂我 出而反而冷酷无情 可是 可是 对不起 这是两个月的工资 希望你能够找到新的工作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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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晃了好不好 你晃得我都眼晕了 既然如此 我们也就只能接受了 星空报也的确不容易 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 能够保持这样的客观立场 这一次啊 一定是压力很大 不得已而为之 老周我了解呀 他肯定是尽力了 我觉得 这次肯定是个别拗不过大腿 那王社长还不是政客 当初也是赫赫有名的一支笔 现在出名了 包袱也就中了 为什么办报纸这么难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如今的当政者 已经习惯了独裁 老百姓也习惯了 对于民主啊 自由啊 法治啊 完全没概念 已经一千多年了 在中国办事 你就得学会等 那我们就等着吧 老四啊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东方不亮 西方亮 此处不养爷 自由养爷处 就凭你和一鸣 还怕没人赏识 放心吧 四表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四表哥 四表哥 你怎么了 没什么 脸色这么难看 是不是不舒服啊 没有 我妈呢 出去了 你连海上丘哥 还要写多少啊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你不知道谁知道 看着办吧 什么时候 读者看腻了 报社先烦了 就挡住了 他们两个 最后怎么样了 分开了 分开了 不好不好 也许又会在一起吧 对啊 分开多让人伤心啊 应该是 历尽千辛万苦 最后幸福团圆 嗯 好 你的主意好 四哥 要好好犒劳犒劳你 什么呀 晚上 我请你吃法式炸猪排 真的啊 太好了 嗯 我要好好吃一顿 我要继续写那 幸福团圆的海上丘哥 去取我的晦气 嗯 晦气 怎么了 没什么 我被新公报 解拼了 什么 你说什么 你干什么 整你眼珠子都快蹬出来了 走吧 去哪儿 炸猪排 喂 新生旅馆吧 请问102号房的 艾婉晴先生在吗 你等一等 好 谢谢 喂 程先生 艾先生病了 发高烧了 还没有去医院呢 好 你先便机 我马上过去 好 我等你 阿贵 四爷 什么事 被车 去哪儿啊 圣马利医院 四爷 您病了 你才病了 让你被车去被车 快一点 好 好好 小心 錶 唐筯 你 话筋 你 来 你 来 走 当我在爱你的时候 却被一次一次被你冷落 你却不知道当时的我 望着你带着微笑而过 当我在爱你的时候 心中有着多少失落和伤痛 你却不知道当时的我 被你刺痛的 喜欢此花的你 一定希望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为你留下美好的活动 可是现在你无论怎么想 你的真爱都没有出现 有时爱情未必轰轰烈烈 温柔真振的爱情可能更让你感动 让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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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当我在爱你的时候 却被一次一次被你冷落 你却不知道当时的我 被你刺痛的不再是我 当我在爱你的时候 当我在爱你的时候 在爱你的时候 这儿风景挺美的 是 这盒是 你画了不少吗 你看 挺美的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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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刻 只想只想对你说 这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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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号病床爱婉晴 我查查 十五元八角五分 好的 等等 子华 你别这样 这钱还是我自己来付 小姐 多少钱 是十五元八角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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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拿好 谢谢 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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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什么呆啊 我要是不叫你啊 你就撞到我的车上去了 好 找我有事吗 为了一个爱婉晴 你值得吗 你跟踪我 跟踪 用得着吗 是你自己告诉你妈 你在医院的 我只不过 是一猜就猜着了呗 性财的祸 再见 你别走 我没那个意思 我只不过 想请你吃早点 我也没吃呢 伤个脸吧 对不起啊 我还有事 改时间吧 那好 晚上七点 在沙利文酒吧 你一定要来 好吧 一定 你一定要来啊 应该就是这个病房 婉晴 你要走了 有根玉花呢 他们在外面等着我呢 雪芬姐 你怎么来了 一直没来看你 你还好吗 白鹤 我知道你喜欢 谢谢 雪芬姐 你还是老样子 一点都没有变 我 我老了 不过 你是一点都没有变 只不过 发型改变了一些 这次你们来的真巧 我这样和你们辞行呢 你身体好些了吗 现在没事了 那就好 婉晴 资格走了吗 这次啊 多亏了她了 你们一定要替我谢谢她 好的 我会的 那我们走吧 走吧 我来 我来 来来 我们上车了 好 快来 又跟你们俩上车吧 这个带给舅舅 下次请他们来看我的新天子 我也希望看见你更出众的形象 好 我们上车了 来 孩子们 婉晴 我送你的收音机 已经放上车了 你不要嫌弃 没事的时候 听听广播 也免得寂寞 雪芬姐 你好像知道我的心思一样 我本来想去旧货市场买一个的 可是一生病 把钱都花光了 真是谢谢你 你跟我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哦 对了 紫华被解雇了 你知道吗 啊 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何一鸣的文章 可是那些文章 写得多好啊 为什么 可是有人不喜欢 那你要多安慰安慰他 你就不能安慰他吗 我 其实 他最希望你能理解他 啊 不过你放心 老四不会那么脆弱的 我们都会帮他的 你自己多保重 身体这么单薄 工作又这么辛苦 虽然你们两个分手了 但是你要记住 你永远是我们成家的亲人 谢谢你 雪芬姐 不用客气 哦 那我走了 好 再见 请慢用 梓华 今天我们不谈烦心的事 只说高兴的事 就是喝酒 好不好 好啊 谁说烦心的事 就发心喝酒 好 梓华 为了你这样的爽快 干 因为你这样洒脱 干 梓华 我问你一句话 一定要老实回答 请说 你是不是想和他重归旧好 说好了不说的吗 真是好事啊 你要和他破军重援 我要祝贺啊 还早呢 我也不知道 是你不知道他 还是不知道自己 我不知道他 我也不知道他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 我什么都不知道 说好不谈烦心似的了 你又谈 罚你一杯 干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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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莉啊 你怎么喝成这个样子啊 哎呦 喝 吴妈 吴妈 没事 吴妈 上茶就来就来 拿毛巾 快 我要喝酒 哎 曼莉你喝醉了 我喝了 我想喝酒吗 好了好了 休息吧 好了好了 坐下 休息一会儿吧 曼莉 你再喝了 我不想休息 人家不要休息 你 你 子华 嗯 子华你不要走 曼莉 你不要走 你休息吧 我该走了 你不要走 啊 子华 你不要走 子华 好 好吧 曼莉 不好意思啊 子华 子华 我爱你 你知不知道 我爱你 你怎么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 曼莉 你 好了 曼莉 别闹了 子华 子华 对不起 你先回去吧 玛丽 你早晚休息吧 子华 我爱你 谁啊 是我 表哥 什么事 吃饭了 你先去吃吧 我待会儿过去吃 大白天的 你开什么灯啊 你怎么回事啊 干什么呀 你别动啊 快出去 叫你出去呢 好心没好报 小丽 你表哥呢 他不来 为什么 不知道 怎么回事 什么叫不知道啊 他让我们先吃 让我不要管他 屋子里乱得像鸡窝似的 他对我发火 怎么会这样 是不是为了孩子的事情 什么孩子呀 姨妈 您不知道吗 他失业了 心烦呗 姨妈 您到时候想想办法帮帮他呀 好 好 好啊 这样他才能老老实实 待在家里 姨妈 您可真不像 四表哥的亲妈 亲妈 有这样幸灾乐祸的吗 你不懂 来 咱们自己吃吧 四爷 四爷 太太来了 妈 我马上就去吃饭了 不用再来叫我了 哎呀 这怎么乱七八糟的 陈贵 你也不让下人收拾收拾 你看这儿的空气多不好 您不知道 太太 四爷说了 她的东西不准乱碰 对吧四爷 是啊 我不叫他们随便乱碰 没事的 我自己会收拾出来 这我可要说你了 这用人是干什么的 我来我来 你都做了 他们做什么呀 再说你又那么忙 不是 我怕他们弄乱我的东西 好吧 让他们收拾 我们吃饭去 阿贵啊 好好收拾啊 是 太太 我找大哥谈过了 他说老四不愿去我们华海公司 只想一门心思当记者 这下可好 被人家炒掉了 我看他怎么办 他被炒掉了 你倒现在乐祸 你们当哥哥嫂子的 应该关心他才对 妈 不是我们不关心他 大哥把经理的位置都给他留出来了 可是被他一口拒绝了 还说什么 不到山穷水尽 是不会吃哥哥的饭的 真的吗 妈 您不用为他这么着急 老四他不会怎么样的 真要是走投乌路了 他还会那么降吗 那就看着他倒下去不成 明天你们哥哥姐姐都过来 一起讨论一下 这老四的问题到底该怎么办 老四啊 你要是真不愿意去公司做事情 我想你还是去教书吧 我倒是认识几个大学里的校长 教授 让他们举荐举荐 一个月二三百块也可以糊口了 妈 我的事还让你那么操心 为你操心的 何止是我一个人 妈 谢谢你啊 不过你不用操心了 我想我会找他工作的 此处不养爷 自我养一处 对不对 是啊 四弟还怕没人养吗 三姐 妈妈 妈 你们都来了 正说他的事呢 怎么才是中饭 这都该是晚饭了吧 要不是我去请他 他还不知道下来吃呢 陈贵 倒水 谢谢 阿贵我可告诉你 要是把少爷给饿受了 拿你的试问啊 放心吧 太太 只要有我在 保证四爷 白胖白胖的 妈 不怪阿贵 我这一写上记啊 就什么都忘了 哎 那好啊 人家巴尔扎克为了写作 忘了结婚的日子 你要成大作家了 一片海上秋歌 红遍了整个上海 嗯 嗯 好了 三姐三姐夫 你们也损我 我可告诉你们啊 我这是处女座 好的在后头呢 嗯 哟 口气倒不小 是啊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好啊 俊子一言 四马难追 你们还真别说 我觉得老四啊 真是个写作的天才 就是钱挣得少了点 辛苦 应该找一个稳当点的差事 有空的时候呢 再写写文章 消遣消遣 那 老四这回是钻了牛角仙的 他呀 可不是消遣消遣 是吧 子华 是啊 我就是劳碌的命 一条道走到黑 什么黑道百道的 老四什么时候 跟黑道挂成功了 哦 对了 星宫报的周主编 没有忘记你 他给你联系了几家报社 嗯 我会去联系的 谢谢三姐 谢谢三姐 个不就 甘い 还没为什么 不想厉害 有什么呀 什么呀 你们可能是 给不了 军队 那些什么废物 想和你们商量 自从你们父亲先逝以后 这家里的一切事情 都落在我身上 难呢 以前这些事情 都是由你们父亲来解决的 现在我决定 家里的一些大事 由大家一起商量决定 子鲁 你是老大 你说呢 妈 这家里的事情 还是您说了算吧 你这个大哥呀 名不符实 目前 子华的情况呢 大家都耳闻目睹了 第一 他已经被报社除名了 原因就不多说了 三个字 惹祸了 妈 这不叫惹祸 你等我把话说完 有的是时间让你们说 这第二呢 就是子华的婚事 我看那个许曼丽许小姐 各个方面都挺不错的 我们应该尽快促成 这第三点 也是我最为难的 那就是老四和艾婉晴 已经有了个儿子 而且五岁了 你们大家说说看 该怎么处理啊 妈 我认为 这件事情 应该让子华自己决定 至于他和婉晴的问题 也应该尊重事实 这婚姻大事 还是应该由父母决定 他和婉晴的关系 也应该遵循父亲当年的意见 他们的关系 承家不予承认 大哥 你的意思是把那个孩子扼杀了 不承认不等于扼杀 他们现在不是很好吗 很好 你知道为了这个不合法的孩子 他受了多少罪吗 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我觉得是我们这个家庭造成的 当初是父亲 把一对相亲相爱的人给拆散的 你们认为人家婉晴家亲品 我们家有钱有势 人家配不上我们 门不当户不对 现在又想重蹈覆辙 反正我是坚决不赞成的 三妹啊 你好像话里有话呀 我们这个家怎么了 你不是这个家里的人吗 我就不信父亲在的时候 你敢这么说 我们承家呢 在上海滩是数一数二的名门世家 谁都要八族 这门当户对的有什么不好 这是几千年的优秀传统 是 你和特明啊 倒是打破了这道枷锁 那又怎么了 哦 开一个小小的书店 能养活自己吗 不还是要靠成家的补给 还是要分成家的财产吗 你 谁要家里财产了 我早就表明态度了 许飞 我是自食其利 我日子虽然说过得清平了一点 但是我现在很幸福 很充实 我不像某些人 在家里面总当寄生仇 你 还好意思说别人 你说我是寄生仇 你还是寄生仇 寄生仇 寄生仇 别吵了 你就少说两句 别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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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反了你们了 老四的婚事 就根据我刚才说的做 至于那孩子是成家的血脉 一定要想办法要回来 至于老四和艾婉晴 一刀两断 别打架了 别打架了 别打架我 来 çekК 跟我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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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